日本贤首相安倍晋三的死 竟然跟一个被视为邪教的宗教组织统一教有关 他到底是什么来头 安倍遇刺身亡后枪手山上彻野告诉警方 杀人动机跟安倍的政治理念无关 反而提到了统一教 他认为安倍跟搞到他家不像家的这个组织 关系密切而冲下毒手 那到底什么是统一教呢 他是1954年由韩国牧师文鲜明创立 目标也非常的鲜明 自称是旧世主 主要是吸纳那些对原有教会厌倦的基督教信徒 虽然是创始于韩国 但是统一教早已经走出海外多年 他们声称信徒遍及全世界194个国家 包括日本包括美国 只是在中国栽了跟斗 那在1997年被认定为是邪教组织 不过同一教更为人熟知 是因为他们更像是一个大型的相亲机构 热衷于举办跨国集体婚礼 连疫情期间也不放过 而这个过程呢 肯定不是你们想的那样浪漫 而是乱点鸳鸯谱 他们给两个语言不通 韩国和日本的陌生人许配结婚 然后信徒就透过生孩子 达成所谓的宗教使命 至于那个创办人文先民在2012年去世之后 这个组织内部分裂成了几个教派 那遗孀就继续掌舵组织 并在2015年改名为世界和平统一家庭联合会 无论如何统一教日本分支已经公开承认了 枪手的母亲的确就是信徒 并且曾经在2002年破产 不过这就跟安倍没有半点关系 但是赔上的人命早已经要不回 一切就等警方取查 更多国内外消息 记得锁定热点Hospital